這是什麼的 台灣在泡泡了 把王子麵泡在水裡再撈起來吃 看到這裡想必很多人 都在一幕前崩潰了 什麼味道 把湯的分量都不夠 可以不夠吃 日本捷尼斯天團阿拉喜拍攝影片 要介紹台灣零嘴王子麵 卻是拿熱水泡開 還說沒味道 這種大錯特錯的吃法 讓交通部長林佳龍看不下去 決定親自示範 我要開動 捏開倒搖吃 五字口訣才是王子麵最駕槓的吃法 事實上國民領嘴王子麵 除了有方便攜帶的小包裝外 近幾年還推出許多口味 網友們也發明了許多創意吃法 有一些消費者會把它撒在這個掛包上面 那甚至也有雞排店 把這個雞排沾上這個小王子麵之後 再下去油炸 給我王子倒撥入王子麵 1970年代上市的王子麵 是許多人記憶中小時候的味道 根據網絡數據調查 海外四箱零食排行榜 第一名就是王子麵 其次是乖乖可樂果等 都是吃一口就嚐到台灣味的國民零食 今年是逢王子麵問世50周年 業者推出仿真悠遊卡 8月24起開放預購限時不限量 勢必將再掀起一波收藏風潮 華語新聞張家寶王長盧台北報導 消息了 資格 在 mart�ə